他们说主意也是也蛮有效的 对 那就让专业的去处理 那么另外呢 最方便的手也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区 手也可以吗 对对对 那它也是一样头脚吗 因为它也是一个全息区 那么而且呢很方便一取 手呢原理跟它基本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再上 其实我们这样看 如果说中指来说的话呢 中指 就是属于中间的正中的头部 正中央 颈部 然后到前面的前侧 前侧 这两个就是根据韩国手针图的意识 那这两个呢就是两只手 这是右手 我真的还用那个四肢五体这样子 是 然后这个就变成 用这样子 对不对这样分 这就是右脚 这就是左脚 那这个就是背面 这是负面 对不起你所谓背面 就是这个是我的背 这是你的背 如果你的背腰痛的话 你可以在腰 这个中指的这个骨的两侧 来做暗柔 OK 这就是你的腰部 如果你有坐骨神经痛呢 那就再过来 在这个地方 两侧 颌骨又是用上了 靠近颌骨的这个位置 就上来了 OK 所以这个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我们再重复一遍 其实手没想到这么好用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这个身体 你也 athletes 项背 对不对 对不对 胸后 对对对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肩膀的话呢 层GH 这个只有一个人 对呀 对对呀 脚也是一个人体的样子 对对对 然后手也是一样 对对对 然后这两支是我们的手 reproductive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脚 对对对对对 脚对对 哇这样ає,背好对我的脚 就很好气吧 对对对对对 pareil 右手都可以用 那要捏多久 我想主要是捏的 大概捏个两三分钟 不要太捏得很痛 基本上刺激就好了 所以这也是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是天天可以做 所以为什么他们常说 搓手 还有耳朵也是一个全息的区域 我们中医有很多 在耳朵里有100多个穴 真的 这里耳朵我也有看到 你看这里耳朵真的好多的穴 这怎么办 但是因为它需要靠很细的针去找穴 从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做个整体保健 你就搓揉就好了 先把手搓热 就已经达到一定的效果 再去搓耳朵 把耳朵也搓热的时候 你的循环好了 我刚刚讲的 这是个全息的反射区 这边热起来 身体也会循环改善 所以你要讲耳冲目明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耳朵 常常给它按摩 其实如果听您这样的讲 还有听李医生这样的讲说 我们耳朵给它常常按摩 这是一个系统 对不对 然后手也常常可以给它按摩 也是一个系统 然后脚也可以做按摩 对不对 所以这是真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当然刚才就是讲说 包括心血管疾病是不是 还有过敏 还有我们的关节疼痛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耳朵的话 其实耳朵还更容易 因为耳朵很小 你就是不懂的话 你就两个拇指这样子捏的话 就很大一片区域都给你弄到 几乎两三次你就全部遮掩 那它基本上原理耳朵是一个婴儿抱过来的 头在下脚在上 哇今天学到很多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头 然后上面是我们的脚这样 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是手指头 上面是头 中间是腰 中间是胸 那耳朵正好倒过来 你在下面的地方 比如说下耳垂上面 那内弯的地方 那是我们头颈的地方 那这两个耳轮 大家耳轮不是有两个吗 那就两个脚嘛 哦 ok 正好是一个身体倒过来 所以反正我们就是 常常这样子捏捏捏捏 我们就可以长寿一点 我想再给一个tip好了 ok 就是说现在我们都用脑过度 有的时候脑容易疲倦 不管是学生读书啊 还是工作上班 电脑组啊 甚至是年纪大的人 那么希望怎么样去预防健忘症 老年痔呆症 哎呦我现在好容易健忘啊 怎么办 所以呢耳朵的这个反射原理呢 这个部分耳垂就是头面 ok 头面 那么在 在它这个 接触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尖尖的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的脑 哦对不起 你讲的是哪里 就是这个脑区了 您讲一下好了 这个就是脑区 就在这 这个是头面 然后再往这个交接 这个尖尖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脑 如果说你按压 你会觉得 有疼痛 就表示说 你需要加强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去刺激它 ok 你揉着揉着 一段日子之后 你揉了觉得不痛了 你也觉得你的健忘情况 可能改善了 包括就是说 你的神经疲劳现象 都会改善了 所以这个呢 是老年 健脑 或者是学生 工作疲劳的人 电脑组 最好的 电脑组 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是利用耳穴的原理 去刺激脑点 好不好 这个大家可以 哇 这就等于是说 不只是秋冬 这平常也都可以 好好地保养就对了 秋冬更要预防中风 也可以安排 ok 对 这实在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想说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介绍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有很多很恼人的东西 包括 手脚冰冷等等 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等一下呢 先进广告之后 我们第四站再来谈 谢谢大家